这一件与苏玉华早前以国际陪优会大使身份亲赴柬埔寨展开爱心之旅 今日二人出席记者会以分享探访之行的感受 苏玉华称看到探访地区的孩子才发觉自己的幸福 也呼吁大家珍惜自己的环境 同时他表示孩子不一定是自己生的才是自己的 只要有爱心助养也是不错的方式 我觉得呢我的孩子并不一定要我自己生出来的 你们两个有这样的想法是没有经过感受吗 你先讲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吧 不一定那个跟我有学圆的人才是我的儿子我的孩子 只要你有爱心你都可以去爱你的下一代 那他们都是你的孩子 一件此行助养了一位小朋友 至今已经共助养了三个小孩 问及一件会否考虑亲自生个小孩时 他笑说应该不会生 现在已经有很多小朋友要帮助 无谓再制造一个家庭压力 女友蒙家慧也认同现在世界都不稳定不够平衡 我觉得全世界有很多小朋友需要我们帮忙 为什么我要再制作多一点呢 只是如果有机会应该帮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小朋友 挺好的我的伴侣想法跟我一样 我也是